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新上市的失败打击了对IPO市场复苏的乐观情绪 哈萨克斯表示 欧洲央行的利率削减需要经济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美国就业成本已更快的速度上升 工资增长加快 普拉达销售额大增 Milmil平底鞋和开金羊毛衫成为时尚热门商品 寻找中国服装制造的替代方案 受到成本和技能障碍的影响 请大家收看 新上市的失败打击了对IPO市场复苏的乐观情绪 金融时报 最近一些股市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令投资者失望 像Arm、Instacart、Clayio和Burkenstock等公司的股票 都跌破了初始价格 这引发了银行家和私募股权高管的担忧 他们原本期望市场活动恢复正常水平 情况在英国尤为严峻 金融科技公司CAB Payments的股票 在上市仅三个月后暴跌了72% 这种糟糕的表现让一些人担心 IPO市场可能会再次关闭 直到2024年 哈萨克斯表示 欧洲央行的利率削减需要经济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D的理事会成员马丁斯 卡扎克斯表示 在考虑进一步降低利率之前 欧元区经济前景需要有显著改善 卡扎克斯表示 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或失业率的激增可能需要降息 他补充说 2024年上半年降低借贷成本与当前的宏观前景不一致 卡扎克斯的评论与其他强硬派欧洲央行成员的观点一致 他们强调降息的讨论还为时过早 美国就业成本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工资增长加快 彭博社 美国就业成本在第三季度意外加速增长 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 就业成本指数 衡量工资和福利上升了1.1% 而彭博调查中的中位数估计为1% 尽管私营行业的工资增长略有增加 但州和地方政府的工资大幅上涨 劳动成本意外上涨 可能加剧对通胀持续存在的担忧 尽管预计美联储官员在本周会议后将保持利率不变 但持续的工资增长可能导致进一步加息 普拉达销售额大增 Milmil平底鞋和开金羊毛衫成为时尚热门商品 彭博社 由于全球对奢侈品需求的放缓 普拉达在第三季度的销售增长放缓 第三季度集团净收入为11.1亿欧元和11.8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尽管普拉达品牌在该季度增长放缓至5% 但Milmil继续表现出色 收入增长了48% Milmil在第三季度登上了LIST指数榜首 该指数追踪了其自己的购物应用程序上最受搜索的品牌和产品 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提及次数 普拉达股票今年在香港上涨了6.6% 寻找中国服装制造的替代方案受到成本和技能障碍的影响 彭博社 全球服装和协类公司正面临着寻找中国制造替代方案的困境 原因包括缺乏熟练工人 原材料不足以及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不完善等挑战 尽管一些中国服装制造商之前已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但由于这些替代地点存在困难 一些制造商现在正在回到中国 此外 越南服装行业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材料 这使得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变得困难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 消费者不愿意为在中国以外制造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中国承诺建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体系 彭博社 中国宣布计划建立一个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系统 此前 在为该国金融部门设定优先事项的两天会议上 做出了这一决定 此举是在中国面临其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的质疑之际 外国投资者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撤出该国 中国已要求其最大的银行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提供信贷支持 这些工具持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从9月开始了一项价值1370亿美元的债务置换计划以低息债券替换隐藏债务 政策支持下 中国10月房屋销售降幅放缓 彭博社 中国房地产市场10月份房屋销售下降速度放缓 因为政府加大了对该行业的支持力度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新屋销售价值同比下降27.5% 至4067亿元人民币556亿美元 而9月份下降29.2% 尽管政府今年仍可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但标准土耳全球评级警告称 如果房地产危机加深 2024年可能会降至2.9% 而期货上涨 进入联邦会议 更多的盈利等待着 路透社 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 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前下降 美国股指有望高开 周一 三大指数均上涨超过1% 扭转了近期因中东紧张局势 和国债收益率上升而引发的抛售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正面临自2018年以来最糟糕的10月 卡特比勒和辉瑞的盈利报告 对市场产生了压力 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轻微下降 提供了一些鼓励 ECM店铺的银行家奖金 看起来糟糕透顶 发行量不足 彭博社 由于今年交易速度较慢 股权资本市场 ECM银行家面临着一个 令人失望的奖金季节 截至今年前9个月 华尔街五大银行的 ECM承销业务的综合费用 增长了14% 达到了35亿美元 但仍然低于预期 早期预测显示 2021年股权承销费用 将增长52% 初级银行家的奖金 预计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预计将达到基本工资的60%至70% 而不是他们在以前几年可能期望的100% 日本银行正在发挥出色的作用 金融时报 日本银行BOJ 已将其10年期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限1% 重新定义为参考 而不是硬性目标 这标志着其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的结束 这一举动对一些市场参与者来说是个意外 他们原本预计 BOJ将在全球收益率开始趋于平稳之前 保卫1%的上限 这一决定将允许收益率暂时超过1%的水平 以减轻货币贬值的风险 但如果有必要 BOJ将继续购买高于该水平的债券 AMD的新人工智能芯片 有望夺取收益的聚光灯 彭博社 高级微设备AMD将于周二公布其收益报告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该公司的新人工智能AI加速器芯片 这款芯片被视为AMD与NVIDIA的H100竞争的最佳希望 后者帮助该公司成为首家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商 这两款芯片都用于训练AI软件 但目前NVIDIA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据报道 AMD首席执行官苏自立将对MI300芯片提供更多细节 该芯片预计将于2018年第四季度推出 该芯片将对AMD的未来至关重要 因为它寻求与NVIDIA竞争 香港负资产抵押贷款案件增至11,100起 增长了两倍 彭博社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 香港负资产抵押贷款的数量 在9月份增长了两倍以上 预计负资产抵押贷款的数量 增至超过11,100个案例 而6月份只有3341个 同期 这些贷款的价值也增长了两倍 达到了593亿港元 76百万美元 负资产抵押贷款 占住房抵押贷款未偿还价值的约3% 这可能导致银行出现损失 被收回和信用成本 香港当局一直在采取措施 扭转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但专家认为 这些政策的影响将有限 谷歌在搜索反垄断审判中 在人工智能方面走钢丝 彭博社 在针对谷歌的联邦反垄断审判期间 美国司法部 DOJ指控该公司 故意延迟发布 其生成是人工智能技术 以维持其在搜索领域的垄断地位 谷歌高管在法庭上作证称 他们在部署该技术时 缓慢而谨慎 因为担心事实准确性和有害性 然而 DOJ认为 谷歌在微软进入竞争后 迅速发布其人工智能工具 表明该公司在一直创新 DOJ需要证明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 才能赢得这个案件 而证明 谷歌故意延迟技术进步 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案件 谷歌辨称 其延迟是出于对社会危害的担忧 而不是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 该公司还表示 它已经在仍然和技术方面 进行了有意义的投资 以改进其搜索引擎 而不仅仅依靠数据优势 经过六周的审判后 谷歌于上周正式开始辩护 没有人把债券放在一个角落里 金融时报 尽管近年来债券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亏损和利率上升 但全球债券发行量正在反弹 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 由企业借贷推动的非主权固定收益销售额 接近6万亿美元 债券市场的稳定增长 可以归因于多个因素 包括在融资的需求 以及银行对债券的融资依赖 此外 仍有许多投资者寻求固定收益的稳定性 债券市场产生了大量需要重新投资的资金 尽管有人预言 债券市场将走向衰落 但它仍然蓬勃发展 联合国在这一切中在哪里 哦 对了 根本不存在 蓬勃社 捷克国防部长亚纳 切尔诺霍娃 Jana Sernokova对联合国表示担忧 并建议捷克共和国退出该组织 切尔诺霍娃的言论 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联合国正在变得无关紧要的观点 联合国最初成立 是为了促进多边合作 合集体为和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 它成为了地缘政治争端的论坛 并且在面对无辜平民的苦难时 无能为力 最近的联合国决议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的冲突中 呼吁持久和持续的人道停火 但未提及哈马斯 人质或以色列自卫权 同样 安理会在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中国 俄罗斯和阿联酋 拒绝了美国的决议 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 并重申所有国家的自卫权 捷克共和国 并不是唯一对联合国表示担忧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 该组织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和合法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近期的重要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新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不佳 这对于IPO市场的复苏带来了打击 一些公司的股票甚至跌破了初始价格 这使得投资者感到失望 这可能会导致IPO市场再次关闭 直到2024年 其次 欧洲央行的利率削减 需要经济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欧洲央行的一位理事表示 经济前景需要有显著改善 才能考虑进一步降低利率 这个观点与其他一些强硬派 央行成员的观点一致 他们认为现在讨论降息还未时过早 此外 美国就业成本意外加速增长 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 这可能加剧对通胀持续存在的担忧 并可能导致进一步加息 在奢侈品行业方面 普拉达的销售增长放缓 但猫猫品牌表现出色 这再次证明了 消费者对于时尚产品的需求 正在发生变化 此外 我们还看到 全球服装和鞋类公司 在寻找中国制造的替代方案时 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包括缺乏熟练工人 原材料不足 以及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不完善等 中国承诺建立一个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系统 这是在中国金融部门会议上做出的决定 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方面 政府加大了对该行业的支持力度 这导致房屋销售的降幅放缓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非常重要 在美国 股市指数有望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前出现上涨 这是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为股市提供了一些鼓励 此外 我们还看到股权资本市场 ECM银行家面临着一个令人失望的奖金季节 这是由于今年交易速度较慢 最后 我们提到了一些国际问题 比如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联合国表示担忧 认为它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和合法性 这要求联合国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总而言之 这些新闻给我们展示了目前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些趋势和挑战 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 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和风险 但同时也存在着机遇和创新 作为观察员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情况 做出适当的投资和决策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讨论区中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共同学习和成长 谢谢大家 以上为台词 仅供参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有所谓的 我们可不可 计划的